出事出事了,赵山河可能再次脱坑 1093神器山子已经开始对外出售 三宫的世界这才刚刚开始,难道这就要结束了? 而更让人不安的是,怕他真的萌生了退役 赵山河的动向,向来是极被人关注的 那句,山是山,河是河,挨打还看我赵山河 虽说是一句戏言,但也正好说明了他广为人知的一面 自从5月底,赵山河宣布从紫禁城服战队离开 带着吕凤仙一起投射梦幻最具热流的三更和帮战玩法后 有关他的消息变少之又少 即使是风少亲力打造的香松视频 赵山河除了感动之外,也未透露出近期的踪迹 释出反常必有故事 这部,今天上午10号圈子再传出爆炸性消息 赵山河的这把刚当购置于风采的1093神器山子 正式开始对外出售 这个消息真的犹如晴天霹靂 赵山河可能选择了再次脱坑 至于具体缘由和未来的打算 我们尚且不知 但是,让我隐隐不安的是 是他可能萌生了退役 如果真是如此 梦幻这极其可畏的10号圈子 必定又会引起新的震动 下一位或者几位白子龙的出现 很大可能 引起新的扶战豪门震动势必成形 到时,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碰上如今的梦幻不景气的大环境 策划也丝毫不顾及老板们的利益 成天到晚就想着如何在口袋板卖更多的道具 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大响老板们退游 届时,哀红一片 好了,哥哥们 你们说赵山河这次真要退游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讨论下吧